这方面来关心今天上午立法院最新的消息 我们交给黄安晴 好各位观众 早上带你来关心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针对整个贪污制罪条例里面规范呢 公务员如果收贿的话会有罪的 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个送红包的这些行贿者 却都是逍遥法外啊 而且昨天行政院也通过了一个相关的这个修正案啊 认为说未来送红包的人也都要有罪 我们听听看稍早访问 红包都是要有罪的 对对对公务员送红包 我们未来在立法院通过之后 总统公布会变成有罪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定 杜绝红包文化改善我们的政治风气 那当然我们不能是苛责民众说要送 对不起对不起 我我我是不是等一下再出来讲 因为我世界实在是不行 我们现在定定的 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啊 目的是要杜绝红包文化 那么可能民众会觉得不公平 公务员主办事情呢 推偷拉态度不佳等等 你要苛责我们不送红包 那可能民众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呢我们这个红包文化要杜绝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的这个政府的政策要透明 我们的三官的作业要方便民众啊 然后让民众了解 当然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公务员的 呃这个对待民众的态度啊 要合乎法律的规定 要合乎情理 我们刚听到呢 法务部长王清风特别强调说 未来之所以要规范所谓的行贿者 送红包的人也会有罪 就是要来杜绝所谓的红包文化 以上就是法院最近状况 先把现场交给棚内主播 好以后行贿者也会有罪 这是政府打算修法 就是为了要杜绝红包文化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立法院最新的消息